Leo聊世紀TNT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左下角的西班牙人 是這位LUCHOZZ 我們叫ZZ哥 西班牙人的文明特性是他的所有的科技 每研發完都可以獲得20黃金 所以西班牙人前期點下支部 就可以獲得3棒棒不挖黃金 就可以出門的效果 這是西班牙人比較特別的打法 西班牙人他的兵工廠 研發也不需要黃金 所以他可以增加黃金 又可以減免黃金 在城堡時代打西班牙人征服者 後期可以轉大陸馬遊俠 是沒有問題的打法 西班牙人的火槍跟火炮 也是射擊速度比較快的文明 後期也可以點下生旅科技 再點下銀貫技術 一端審判 可以增加生旅的遭響速度 這個應該是傳教士而已 沒有僧侶 所以西班牙人的打法是比較全面性的 三攻三防全都有 槍兵步兵工兵都能打 工兵部分的話只有馬攻 他的工兵路線不能升級 稍微弱了一些 所以封建時代 工兵不能出太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條都人 條都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團隊加成自帶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對上西班牙人的招響應該是不用太擔心了 那條都人呢 後期的遊俠跟步兵呢 軍營跟馬舅單位呢 都有這個加一點的近戰防禦力 所以他的遊俠是近戰防禦最坦的文明喔 那他的後期呢 雖然沒有跟蹤技術但是有抗招響 所以不用擔心喔 這個會被招走的問題 那他的最大問題應該是連輕騎兵都沒有 只有刺頭騎兵喔 所以用起來呢 會稍微被侷限住他的威懾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地圖部分現在有一塊黃金在前方 後面有兩塊附金 附金的位置喔 比較算是偏上方喔 但是繞手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塊金可能會被幹走 所以這個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來看一下西班牙人這邊 西班牙這邊黃金 在後面這一塊黃金也沒問題 兩邊地圖看起來蠻相似的 而且這裡有個重點 西班牙這邊是可以為好為死的 有點天圖開阿 三個墓區 而且很好圍 祖金還在裡面 石頭也在裡面 這個我要是西班牙 我肯定是打直城喔 但是這一把西班牙人 他跟你想的不一樣 我們剛才說 這個西班牙人工兵不能出太多 不能升奴兵 直接走了一個射箭場 走的是毛兵 防守 這邊不是走工兵阿 嚇死我了 想說你要走工兵 這麼兇的嗎 這邊圍加 這個圍有看到這個金礦 可以省一些支援喔 西班牙人這邊 真的是 算是天圖開局了 什麼東西都可以為好 所以相當好為阿 YO這邊壓力可能會有點大喔 因為西班牙人 只要是天圖上去 升級很快阿 好 那我覺得西班牙人 這邊打得很好的地方 細節是喔 這裡毛兵是有帶出的喔 不管他是不是要打直城喔 他這個毛兵防守 可以嚇阻對方 歪歪的工兵壓制 基本上 他要被打破不太可能阿 好 肉麻這麼多 過來打一下 好 槍兵出來 往前 槍矛前壓 先給你一點壓力 好 趕快撒農田 這波槍矛前壓只是 逗你玩的 我只是 要讓你覺得我要前壓 讓你被迫出一些兵防守喔 但我轉的也是毛兵 欸 想不到吧 YO表示 我的毛兵跟你的毛兵 沒什麼兩樣吧 我還多你一個一擊射 西班牙人看到 哇靠你出兵 趕快跑 趕快跑 從上面直接繞幹 不跟你打了 好 那正面的話 就沒有部隊可以防守喔 這邊慘死了拉回去種田 好 毛兵全部放在家裡 兵工廠 還沒有補下 這時候要趕快先撒農田 才獲得更多的優勢 OK 但是條頓了 這邊農田非常便宜 已經撒了這麼多圈的田了 好 那YO這邊 待會要來YO黃金了 好 YO下黃金 這黃金彩晃地 蓋的有點尷尬 這邊能採的面積大概只有四五個人 可以採而已喔 好 這邊就是進攻 好 一擊射點下 西班牙人 有一擊射了 應該是能打得到 對手了 不然對方的手比較長 有一擊射的優勢 那現在YO面臨對方西班牙人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但是YO好像也不知道裡面有沒有黃金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他知不知道 好 知道裡面有黃金跟石頭 好 所以 YO應該有預測到 對手 是有 喬打這個 上去西陣的想法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大會條隊人 戰毛兵 可以繼續出一些 二擊射 戰毛升級 還有生旅科技 都可以依序補下了 好 西班牙人這邊 開始挖石頭了 果然還是要打西班牙征服者 好 兩邊小打小鬧之後 應該是打不太進去 打不太進去 毛兵的部分 還有十隻 現在城堡時代 也已經點下了 好 這邊一個高打低 好 城堡時代 大概十五秒 就 好了 好 那現在二級射 戰毛兵 點到 果然 一上就是戰毛兵二級射 好 先打一下 先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西班牙人 因為挖石頭的關係 傷到了一點經濟 待會上去 也不能馬上開TC 只能先插寶 但插寶的位置 要考慮要不要插在門口 或者是要插在其他的位置 要不要插這個位置 走下這裡 或者插這個位置 但這個位置 我是覺得比較適合開城鎮中心 就是了 好 這裡毛兵繼續丟 現在這毛兵二級射已經好了 打完之後 還是蓋這裡 城堡蓋這裡 把這個木牆滴滴 第一片田 蓋這個位置 你呢 可以思考思考一番 好 左邊的木牆開始被騎士跟肉麻開始打 城堡已經可以蓋下去 但是不知道蓋哪 現在四處都在著火 可以看到這裡也在著火 這裡也是啊 哇 這裡還抓到一村 哇 不錯不錯 這波西班牙人 虧了 好 但毛兵走出來 有點大膽 後面有沒有修道院 沒有 騎士怎麼辦 不怎麼辦 別理就好 好 是嗎 不理的話會死光 好 歐歐的騎士血量掉的有點快 沒有馬凱 送掉了 戰毛兵擊殺騎士的畫面 沒有馬凱 就是會長這樣子 唉唷唉唷 這個又倒了一批馬 歐歐這邊有點小小虧 OK 西班牙人成功守住了家裡 那他有可能是想要把戰毛兵往外放 哇 果然是往外放啊 不放在家裡嗎 結果西班牙人其實還是有挖石頭的 歐歐可能以為他已經開3TC在裡面農了 但其實這一波是準備要來蓋城堡的 哇 這波尷尬了 哎呀 你居然還是來蓋寶了 所以歐歐的兵並沒有出太多 不然其實歐歐的騎士出多一點 就可以阻止對方來蓋寶了 對方玩的是一個心理大 沒有第一時間出來蓋寶也沒蓋在家裡 之後是直接蓋在你的臉上 讓你來不及出兵 讓歐歐放下新防 直接3TC開農 不轉騎士壓制 不然歐歐這些資源喔 一定是可以纏一些騎士阻止蓋寶的 好 但歐歐可能沒有想到 你終究打的還是西班爾征服者壓寶 好 那這邊是壓寶 在這邊可以開TC喔 欸 這邊直接拉走囉 你是往外開TC嗎 還是要來這邊開TC呢 好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開始工程 好 歐歐劍狀 先補下了幾個生女 這生女本來是拿來解這個聖物用的 好 聖物的方面現在在前線 只有一顆 還好 好 補了一根劍塔 在後方的位置 目的是為了想要守住 這邊投資車的傷害 但是這個劍塔 要打到對方投資車沒有辦法 可能要再往前一點才行 但是這個TC呢 也是已經被拆掉了 所以這個防守只是稍微防住 TC爆掉之後後續的防守 好 這一坨戰毛兵跟騎士互丟 目前是YO獲得了優勢 兩隻騎士沒有倒 好 基本上是十拿九穩 OK 全部吃光 好 YO現在 村民術領先對手 20村 但是西班牙打的是 單TC樹地王 哇靠 帝永世代已經補下了 好 成功拆除了YO一個城鎮中心之後 他已經轉成雙TC 好 開始農 但是Wild的村民術還是相當領先的 除非西班牙人這邊地上TC趕快補 但是這邊轉是修道院 直接走帝王生旅 傳教士柳媽 異端審判 這一把我們有沒有機會看得到的 好 還是先按了幾隻西班牙征服者 馬上虎槍兵 來了 騎馬虎槍 來 走進來 射一發 沒射死 反而被戰毛 反殺 而且這次有彈道學的戰毛兵 太猛了 太猛了 好 這一波西班牙征服者 沒有辦法或者有太多的甜頭 我看到你一轉征 西班牙征服者 戰毛兵開始補下 但西班牙只按了武師犧牲之後 開始轉出了 巨型頭實際 工程才是主要的目的 哇 這邊也是早早上了帝王時代 有防止對方術帝王的一個可能性 哇 這邊的對應是非常的OK的 TC沒有開過多 3TC趕快升帝王 好 這根劍塔沒了 但沒有關係 對方的兵力其實並不多 只有少量的犧牲 但是這是一個洞嗎 這個是哇 掉的一個洞 應該是這根劍塔 剛快有看到 犧牲的動向 好 這一波西班牙征服者 要死了嗎 好像會死喔 下面沒有路可以走 抖動 再抖 有機會嗎 哇 抖不了 死光 吐了 OK 西班牙征服者 終究是難檔 戰毛兵 好 但YO這邊也想要轉生旅嗎 醫院騎士團 條盾人 生旅科技也是全滿的喔 而且有免費的草藥治療 非常符合條盾人這個文明的特性 醫院騎士團 OK 醫院騎士團大戰西班牙人 有什麼策略呢 好 好 橋中人 現在要趕快補下騎士升級嗎 還是要轉個 生旅戰 跟對方物翁 互相招響呢 好 生旅 這邊招響之後趕快走掉 YO這邊細節打得很好 但是對方有彈道學 還是沒躲掉 OK 那現在YO 繼續補戰毛火炮 先走一個防守陣 騎兵路線沒有多想 是慢慢的先補一台巨頭 火炮慢慢產出 好 火炮來了 這一波火炮看一下 打個一炮 漂亮 高打低 炸了一炮 應該是可以躲掉 還有一兩滴血 炸了一發 能插邊球嗎 沒有辦法被修了回來 可惜了 這波差一點可以先拿一個巨頭 好 兩邊都是一個戰毛兵 先防守陣 工程器 一個走向 那為什麼要走戰毛兵呢 是因為戰毛兵可以打生旅 生旅可以克制火炮 這次也有個相克關係在 好 兩邊戰毛兵打得很開心 封命的工程 部隊 火炮 沒有辦法打掉 劇情投資機 反而被反殺了 好 生旅遭翔 直接投爛 生旅路線被封命住 現在兩邊誰都不敢走生旅路線 可是戰毛兵一直出 火炮一直點 好 點掉了嗎 再一發 這個火炮終於要拿下了 高打地 但是劇情投資機突然一個反殺 YO又損失了一台火炮 火炮現在是由西班牙人這邊優勢 現在還有西班牙人開炮的射速優勢 這一發應該是來不及休起來 戰毛兵想要往前點 好 再回頭打一下 好 再打個一發繼續點 好 點村民 火炮過來防守 但是戰毛兵數量不夠 西班牙人直接往上點 開始點火炮 火炮被點死了嗎 趕快拉村民說來修理 曾放戰毛兵也是邊走邊打 數量優勢的戰毛 實在是太舒服了 好 但是YO已經開始轉奇兵路線了 終究還是要轉奇兵了 經濟夠了 開始轉遊俠吧 好 那西班牙人這邊的轉型有要轉嗎 但是西班牙人這邊可能不太想要轉遊俠 因為遊俠對撞 基本上是打不贏條盾的遊俠的 所以西班牙人這邊可能還是要走一個火槍路線 配槍兵 西班牙征服者配槍兵 打條盾的組合是很好的 但是這個組合非常害怕對方戰毛兵 所以西班牙人後期組合很有可能是戰毛槍兵西班牙征服者 然後再配上級兵 火炮這些東西可能會比較適合對於條盾人的後期的作戰 條盾人這邊是點下了屏東之後 三級馬海一攻也路西路西慢慢點好了 待會遊俠有沒有機會看得到呢 資源量應該是可以的 前面是出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黃金挖一挖應該還是可以看到遊俠的登場 西班牙人這邊有打算怎麼應付對方的遊俠 生旅路線只能靠傳教士 因為他有抗著翔 所以傳教士只能減下銀罐技術 稍微抗存一下 如果不是走傳教士路線的話 就只能走槍兵了 這個兩台巨頭換掉 YO這波有點小虧 西班牙人這邊村民術來到117村 跟YO是持平的狀態 好西貞出來看到重裝騎士了 好那西貞要趕快繼續補了 趕快趕快西貞按了一整排 知道大事不妙 你怎麼那麼多重裝騎士 吐了這個守不住 也沒有槍兵 直接上來硬吃 醫院騎士團 開始攻城 哎呀還一點拿下 很可惜 這個差一點就拿下了 好那現在這個局面來說 戰毛兵還是蠻有力的 但是遊俠一出來之後 就不好說 好西班牙人中的上去硬點火炮 火炮被丟 掉了 這個火炮太痛了 好重裝騎士再次出來 直接抓你大量戰毛兵 西班牙人這裡還不升級槍兵嗎 要確定喔 這一波不轉槍兵 真的會吐喔 好趕快收進城堡裡面 西班牙征服者 只有移動的關係 沒有繼續挖石頭 所以產能有點堪憂 產速非常太慢 好西這邊中裝騎士 抓掉了一些數量 哇結果火炮火了下來 哇喔這波有點虧啊 好這邊村民趕快再繼續按 會比較好 現在YO的村民處只有115村 沒有繼續補 反正是西班牙人這邊補到了128村 村民處已經開始上去了 好這邊稍微斷了一下村民 龍田要趕快再繼續補下 好目前這個階段來說 對於西班牙人 是有絕大的優勢在的 西班牙征服的數量越來越多 偶爾血火炮又再次打掉兩台巨頭 歪歪至少損失了1000斤在巨頭身上了 好這邊拉了兩隻騎士過來看你們挖野金 騎士還沒開始挖 好你沒挖 那我的騎士就先去外面繞一下 好西班牙人點下了精銳西班牙征服者 這一把條盾人打西班牙征服者是很劣勢的 戰毛兵也一定要繼續出 好這邊居然遭上到了一隻騎士 殿下了金罐炮門奪口 最後條盾人還是得靠自己城堡的射程優勢 好去來控圖解決這個戰況烈勢的問題 但是這個城堡蓋到一半就已經被火炮打到殘血了 這個能蓋得起來嗎 好中間有非常多的騎士準備要來一波衝鋒 這一波 城堡 好 就回來 可以 騎士把火炮給嚇退了 會怕會怕 這波是要盾遊俠升級 所以沒有想要衝 來了 遊俠升級要來了 下方有一隻獅子 在幫忙輸出 好西班牙人 點下了一擊馬凱 火炮打了一發 戰毛兵十四隻 好點下了靈開甲 衝進來 戳了一下 搞定 好西班牙人 往前 要點了嗎 好西針 數量十四隻 高打低很痛一發就是一隻西針 真的不行啊 西班牙這波在送 吐了 這一波我看 看到快吐了 好 外遊這邊 遊俠一波 可能要直接把西班牙帶走囉 西班牙這邊 你有沒有準備槍兵 沒有準備 點下了一攻 點下一擊攻是 什麼意思 按你的軍銀呢 槍兵呢 有沒有準備呢 好火炮這邊 還在攻城 遊俠還有二十秒 西班牙人補下了第二根城堡 第二根城堡 一直被火炮高打低 有點難受 這堡兵直接硬點 這堡兵直接被吃光 前方的劇情投資也被摸掉 VO這一波成型了 遊俠開始衝鋒 往前走了 這一波遊俠開始陣路 但西班牙征服者在高地 一直在開槍 但只靠吸陣 似乎是有點困難的 好西班牙征服者 繼續拉打 原來發現沒有點品種跟耕種技術 哇是我就投了 沒有發現沒有點這科技 應該是拉不掉 西班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O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把比賽 西班牙人真的是 尷尬 明明前面這麼的有優勢 但是卻沒有做好迎擊遊俠的準備 看到了重裝騎士 卻沒有轉出一些軍營 至少先轉個四到五個軍營 預備一下 不慘槍兵也沒關係 先把這個慘人 留給其他東西上也可以 看到這麼多騎士出來之後 要趕快按槍兵踩隊 那西班牙這邊還有個問題 你看支援非常炸裂 優勢這麼大 卻被VO一波帶走 真的是很尷尬很尷尬 其實還能繼續打 但是再繼續打下去 可能也是有點 進入劣勢循環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YO拿下支援上勝利 石頭稍微輸一點點 只輸100左右而已 黃金、食物、木材都贏 YO這邊經濟 基本功還是大於對方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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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帶出一些他的影片 去 sûr,可以? 我們會發現 這樣子 我們不然會回答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